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表示为r-1分之a乘以括号r的n次方减1 我们先来看到一个例子 若数列an为一个等比数列 已经知道首项a1等于16 公比r是1分之1 那么这个数列前四项的核会是多少呢? 我们先列出a1等于16 公比r等于2分之1 再透过刚刚的公式得到 前n项的核sn等于1-r分之首项a乘以括号 1-1-rcomm比r 而总共有n项 所以是r的n次方 代入后得到数列前四项的核s4 就等于分母为1-2分之1 分子为首项16乘以括号 一减公比R二分之一总共有四项 所以是四次方 经过化检后得到S4等于30 接着来看到下一个例子 如果数列AN是一个等比数列 已经知道第五项A5等于24 第八项A8等于192 那么这个数列的前六项的和会是多少呢 来看到假设这个数列的首项是A1 R是公比 那么我们可以列出这个连立方程式 也就是第五项A5等于首项A1乘以R的四次方 等于24假设是第一式 那么第八项A8等于A1乘以R的七次方 等于192 这是第二个式子 透过第二个式子除以第一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R的三次方 等于192 等于192除以24也就是8 所以公比R也就等于2 那就可以得到首项A1会是二分之三 所以前六项的和S6就会等于分母为R减1分子是A乘以括号R的六次方减1 那么将首项A1还有公比R等于2 带入后就可以得到2减1分之二分之三 乘以括号2的六次方减1 也就得到2分之189 好 那我们再试一个练习 如果数列AN是一个等比数列 第三项A3等于18 第五项A5等于162 那么这个数列前五项的和会是多少呢 好 同样我们假设这个等比数列的首项是A1 R是公比 那么第三项A3就等于A1乘以R的二次方等于18 假设是第一个式子 而第五项A5等于A1乘以R的四次方等于162 假设是第二个式子 透过第二个式子除以第一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R的二次方等于9 不过在这里同学要小心 R的二次方等于9 所以R也有可能是负的 在这里R有可能是3也有可能是负3 那也可以推出首项是2 那么前五项的和S5 如果公比R是3的时候 那就会有3-1分之首项2 乘以括号3的五次方-1 也就得到了242 那如果公比R是负3的时候呢 那么前五项的和 代入公式后就得到了 分母为负3-1 分子为首项2乘以括号里 为负3的五次方-1 也就得到了122 所以这一题有两个答案 同学在做题的时候要小心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练习 来首先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个右图 连接正方形ABCD各边中点 会形成一个小正方形 那在连接小正方形的各边中点 又会形成一个更小的正方形 那么我们依此类推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 总共画出了6个正方形 那现在已经知道ABCD的周长是40 那么现在要来问同学们 这6个正方形的面积总和 还有周长总和分别会是多少呢 好同学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这个图 会有什么样子的规律呢 那首先我们先来想面积的部分 由于周长是40 因此边长是10 好那么接着来看到 那我们现在大正方形和小正方形之间 会有什么样子的规律呢 那我们就从外面到里面 也就是从大到小 我们就假设它是第一个正方形 第二个正方形 第三个正方形 以此类推 好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面积的部分 由于切割出来的四个角 它其实都是四个等腰直角的三角形 那我们会知道三边比会是 1比1比根号2 因此在面积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小正方形的面积 它比上大正方形的面积 就会是1比2 这个同学们有没有了解呢 好那接着 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由于刚刚知道周长是40 那边长也就是10 因此这个最大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是100 因此这六个正方形的面积 就会形成一个是首相100 而公比是1分之1的等比数列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求这六个正方形的面积总和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等比级数的公式是1减r分之首相 乘上1减r的n次方 那么因此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r是二分之一 而首相是100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当中 分母是1减二分之一 而分子则是100 乘上括号里是 1减r分之一的六次方 好接着我们来化解 分母的二分之一 翻到分子之后 就是变成2乘上100 也就得到了200 而括号当中的 1减r分之一的六次方 也就是1减r分之一 也就是六十四分之六十三 好分母64和200约掉8之后 分母剩下8 而分子则是 而15乘上63 也就是1575 所以因此 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这六个正方形面积的总和 是八分之1575了 好这样子同学们 有没有疑问呢 好那接着 我们再来想看看 那这六个正方形的周长总和 又会是多少呢 好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小正方形比到原大正方形的面积比是 1比2 那么同学们可以现在来想看看 那么接续的这个小正方形的周长 比上原大正方形的周长 又会是多少呢 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由于三角形 它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它的边长比是1比1比根号2 所以我们也可以推得 这个接续小正方形的周长 比上原大正方形的周长 会是1比根号2 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这六个正方形的周长 它就会形成是一个首项 就是周长是40 那么公比就会是根号二分之一的等比数列了呢 好因此我们也可以列出以下的式字 也就是1减R 也就是根号二分之一 分之首项是40 乘上括号当中 1减括号根号二分之一的六次方 好那么经由化解 我们可以先将分母通分 也就得到了是根号二分之根号二减一 那么分子40乘上括号当中 根号二分之一的六次方 其实就是八分之一 所以1减八分之一 也就是八分之七 好接着我们再继续来化解 也就是8和40约掉8之后 也就是得到了35 那么我们将分母的根号二 先翻到分子 也就是35根号二 分母则剩下了根号二减一 再透过分母有理化的方式 经由化解 我们就可以得到70加35根号二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这六个正方形的周长总和 也就是70加35根号二 好那经由以上的练习 同学们有没有对于等比级数 又再更熟悉了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